阿明大老师 什么星座的人 没有在怕 不必会 她会愿意做好人生的规划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人生真的很多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需要规划 对不对 我们今天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月亮 以及跟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力 有关的火星 还有上升星座来看看 哪些星座特质的人 特别擅长规划 首先第三名 如果有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我们说因为他们视野 宏观会规划 比较长远的事情 你去看很多水瓶座 特质强烈的人 他们可能从小 他们对于很多事情 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会默默地 把这个想法 不只是放在心中 默默放在心中 还会放在嘴边 可能告诉大家说 我以后长大了 我就要当一个歌手 然后这样子水瓶座的人 他们会怎么样 有的人只说 我就是做做梦而已 他们可能就会 很认真的自己去 自己在家里 每天在阳台练发声 然后看到哪里 有这个歌唱比赛 他们就会去参加比赛 想办法朝着 这种目标在前进 这是他们的一个规划 像我们今天的题目 是遗嘱好了 那水瓶座特质强的人 他们其实不太忌讳 这种去好像讨论 遗嘱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的伴侣 是有水瓶座特质 可能他今天看完 我们的节目 真的去找苏律师说 我来立一下遗嘱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这个伴侣 怎么这么的冷漠 或者是 你是不希望我们白头到老吗 为什么这么早 就立好遗嘱了 这是他们一个对人生 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是 负责任的态度 他们会想到 比较远以后的事情 但是水瓶座 他们只会想大方向 所以他们确实 有时候我们会提醒 水瓶座的朋友 你需要去 征询一些专家的意见 帮我们把一些细节的地方 给加强起来 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 处女座的朋友 我们说会做好规划 但是会灵活地调整 我刚刚看了 圣梅姐的火星在处女座 所以圣梅姐说 做事情的时候 会特别具有这样的特质 我们讲好 处女座特质墙的人 他们在规划的 这个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他们会很多 除了大方向之外 有时候容易爱钻牛角尖 特别在小地方 他们很喜欢去想清楚 然后重视一些细节的部分 好我不知道 像比方说可能 有一些处女座特质墙的朋友 他就想说 我想要在三年之后 开一些咖啡厅好了 他会开始做规划 自己是真的拿了纸笔了 拿了个Excel 开始列他的各个计划 可他们是什么 特别在意 以后我的这个咖啡厅的杯子 要买什么品牌的比较好呢 好 这个颜色要什么比较好看 那么他们会 就是focus在一些 比较细节的地方 而且时常会去什么 试自己的一些心情 或是一些很多状况 去调整 那我们说像遗嘱这件事情好了 其实处女座特质墙的朋友 他们也会很关心 遗嘱要怎么立 他们也会觉得说 到了一定的年纪了 我可能开始 该好好的去 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处女座的朋友 他们会跟苏律师 这样的一个专家 做好朋友 为什么 有些星座的人 遗嘱立了一次 就搁在那了 等到真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执行遗嘱 但处女座的朋友 常常不是这样 他们可能 为什么要跟苏律师 成为好朋友 我可能在这个 今年我去立了一份遗嘱 三年之后 我突然觉得 最近这个我的孩子 我的儿子对我不太好 我当初规划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不行 我要去调整一下 我又要去拜访苏律师 再过个两年 我觉得 这个我的伴侣 最近看他我也不顺眼 我又想要去改一下 所以他们会随时 想要做调整 对 那你知道 每一次都是要咨询费的嘛 所以他们就会跟律师 成为好朋友 这没有包月的 没有包月的 我们来看第一名呢 我们说就是落在 摩羯座的朋友 你这边要讲规划的话 摩羯如果自己说是第二名 没有星座可以称为第一名的 因为他们会聚系米移的 而且是按表进行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你去看很多摩羯座的朋友 他们从小 人生的大大小小事情 他们都很喜欢规划 想到什么 可能这个学校 可能什么 这个三年后 三年后我要一个参加考试好了 他们就会列好 这种每天的读书进度 而且可怕的是 他们就会按照这个进度 真的执行 好 然后我记得苏律师 是摩羯的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呢 你说他们人生呢 他们会可能这个 自己现在才十七八岁 他就会想说 我在几岁要结婚 我在几岁要创业 我在几岁要买房子 然后我的资金要怎么分配 他们都会去很认真的 真的努力做到这个 自己规划的这个 种种的这个项目 符合这样的一个特质 那我们说像这个 遗产的规划的话 对于摩羯座特质强的朋友来说 真的他们会在自己差不多 这种有时候中壮年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找律师 把自己的这种遗嘱给立好了 而且摩羯座有一个特质是 他们非常信任专家 比方说可能自己的一些背景 不擅长这些遗嘱 或者是这些财务方面的 他们就一定会去 征询苏律师的意见 他们不会自己逞强说 其实我很厉害 我很聪明 我可以自己办 不行 他们就很信任这种专业人士 觉得这种 透过专业人士的规划 这个才不会出问题 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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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